我們進入第二個環節就是心理測驗題 我們分別向三位SIR派發同一張圖 這幅圖是藝術家的作品 看你們第一眼要看到什麼物件在裡面 我們準備了3、2、1請翻開 有四樣東西在裡面 分別有大樹、女仔、花、骷髏骨頭 三位SIR想看你們看到什麼第一眼 魚SIR你看到什麼 不看到棵樹 楊SIR你呢 我也是看到棵樹 即是樹人 給花 楊SIR你呢 我也是看到棵樹 因為它有人樣在這裡 三個都看到棵樹 棵樹代表什麼呢 我開估吧 我們現在講大家的壓力指數 你看到四個不同的物件 反映到四個壓力指數的分別 但三位都選棵樹 其實大家的壓力指數是60% 大樹一面拿著不長的骷髏骨頭 另一面拿著花 並且微笑地對著對面的女仔 也代表你最近的凡心事好像多了 心凡事多了 到底要面大笑容去面對不同的疑慮 但是對面和壓力其實都是兩難的 其實我們今次做這個測驗 最主要是想在我們三位一SIR的壓力指數 原來大家的壓力指數都是一樣的 60% 你們三位去到災場 其實當時壓力是不是都很大呢 其實是去之前的壓力大 去之前的壓力大 去之前是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會看到什麼 我回來跟我的小朋友都說 我都未試過搭10個小時飛機 沒有看過電影 好在飛機上可以上網 全程在看土耳其發生什麼事 因為土耳其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國家 甚至乎它用的錢 貨幣是什麼 言語是什麼 知道它是伊斯蘭國家 有什麼禁忌是不能做的 這些都要靠我 下機之後 下機後 有機會跟同事提醒他們 反而去的時候壓力大一點 去到工作見到災場 你就會擔心同事出事 但壓力已經是第二種方面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爭取自己都會下場 去看 好過坐在BASE 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反而會更擔心 我們10號就去到現場 其實10號晚上就工作了一整晚 但也找不到生患 那就是正正我最擔心的事 然後去到11號 幸好我們在11號就找到三個生患者 那一刻壓力就釋放了大半 有些事情我是 即是當一刻 反過來我是有些事情 我是沒有跟同事說的 就是例如我會在現場 我講了很多次 跟一些災民說 對不起我幫不了 我談不到生命 我們一邊就在這裡救了很多人 但另一方面其實是 你告訴更多人 我們已經幫不了他 其實這些都是我其中一個 一個不開心的 不要說經歷的場景 這些我沒有跟同事說的 我亦不想增添他們的壓力 梁Sir你呢 你出去做救援 剛才所說的有很多憂慮 擔心 家裏有人要扶自己 其實當刻的壓力是否很大 也是的 也是的 因為其實看出去之前 都留意到一些新聞 或者上面 其實都看到災區 其實環境的破壞真的很厲害 沒錯 當一想到自己 其實就要 遲些就會去到那裡 需要工作 需要有一個拯救的行動 其實都是會有很大的壓力 你們如何舒緩當時災區的壓力 有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去之前 我們的心理輔導組 幫我們上了一堂 其實他就告訴我們 基本上去到災區 會面對什麼 另外就是我們有位長官 曾經去過文川地震 他也提醒過我們 現場我們最容易感受到 會有引起一些心理上的障礙 就是做了很久很辛苦 但是救不到人 這個是會最容易 觸發到一些心理的壓力 我們心理輔導組 都給了一些小錦囊 就是一本書仔 其實裡面就有不同的情景 就是同事如果出現什麼 就能看什麼 那你有什麼方法去舒緩他的情感 還有我們在那邊 都會自己製造一些笑話出來 大家笑一下 例如在五度的情況之下 沖冷水涼 我們剛好有個同事在那邊生日 我們都會借他過橋去搞學生日會 大家開心笑一下拍照 都會有這些小激勵自己 楊Sir你呢 首先也是因為我的職務關係 我就要看著同事會不會面對過壓的情況 我們很認識到壓力其實有 我們會很籠統三種 即時的 延後的 以及累積的 我們就很有這樣的前設給自己 一直觀察著同事 其實很慶幸的 在我們很早開始救援的階段 就很快傳來了一些振奮的消息 其實在災場上有這麼振奮的消息 是被同事一個提振的作用 當同事在即使再辛苦的環境 再困難的工作 但他有一些正面的回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援 再繼而回到我們的基地裏 於sir也會考慮一些延貨會 其實會有機會圍著腦 真的好像今天這樣 聊聊聊聊天 聊聊聊自己心裏面的事 聊聊今天所見所聞 還有有時候未必是全部正面 但原來講出來 有個release的機會 那些同事也會很容易放低壓力 第三就是多謝部門 除了我們去之前 有心理輔導組的支援 我們回到來 都還有心理輔導組 再搞一個debriefing的項目 跟我們再去跟進 很好 我觀察到的就是 我們59人的搜救隊 回到來都是身心健康 是OK 兩位sir你呢 救隊是會開心 其實是會振奮的 我的形容是 就像剛才sir所說 其實我們某程度上釋放了一些壓力 亦都其實是令到 我有營製 對我們更加有希望 出去做事是鼓勵你的 更加鼓勵我們 真的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去做出任何一個拯救 多謝